反弹会大动作调查人力资源部官员 揭开了团结政府的第一宗舞弊一云 最近就有媒体引述消息指 反弹会将传召一名掌管政党财户的政治人物 驻查人力部招聘外劳机构的贪忽舞弊 就在外界揣测人力部长西华古马所属的行动党 是否涉案其中之际 秘书长陆兆福郑重否认 行动党没人被传召 他也不知道反弹会即将要传召的 究竟是何许人也 也是交通部长的陆兆福夏虎巡市南湖镇交通综合中 中战的嘉捷回乡潮 售票情况之后 被媒体要求回应相关疑云 陆赵福重申反弹会问告中 并未指明道性被传照的人 是来自哪个政党 至于反弹会接下来 会传照什么人注查 他也一无所知 马来西亚前风报 今天引述消息报道 一个政党的财政管理人 涉嫌在外劳配额舞弊案中 充当中间人 将在近期被传照 截至目前反弹会 已经逮捕了西华古马 属下的两名官员 西华古马则以案件 还在调查为由 不愿多做评论